这是怎么回事 邓亚平竟然公开批评孙颖莎 她所说的话一点也不留情面 沙沙在比赛中大比分落后 李孙教练更是紧张到不敢说话 这又是什么样的比赛 让日本石川美女痛哭流涕 这是喜结而泣还是泪流满面 孙颖莎是否又能拿下这一局完成她的复仇之路 今天老K就带大家回顾这场 孙颖莎和石川的经典对决 这是在2019年韩国公开赛上 有小魔王孙颖莎对上 与她多次纠缠在一起的日本美女石川家纯 命运总是如此巧合 去年莎莎就在同一个场的输给了石川 当时的她主要是被克制住打发 经过一年的磨练 小奶包莎莎能报这一刻之仇吗 比赛刚开始 两人都是相互试探对方 并没有急着进行攻击 就像是刚刚相处的朋友 腼腆又羞涩 他们也没有对打几个来回 都是在三板之内决绝 不料后面的石川竟翻起了脸开始发力 而莎莎在前面刚淘汰了一截刘士文 现在的自信心爆棚 面对这样的石川也是有一些轻敌 她也越打越急 最后也无谓失误开始增多 于是在两人的对打后 孙颖莎回球出界 不知不觉就让石川以12比10先下一局 此时场外的李爸更是急得不行 赶紧叫莎莎稳住局面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在第二局的莎莎 更是再次出现失误 连出的魔王邓亚平忍不住生气了 后面孙颖莎也是连续丢分 不过好在他慢慢的做了调整 不再跟石川对打速度 毕竟石川一开始练乒乓球的时候 就是主攻速度 再跟他继续拼速度不就是矮输的分吗 所以孙颖莎改变节奏的变化 加大球的旋转打出更高质量的球 将比分逐渐追回到6比6 但是在后面石川又像是看穿了莎莎 他开始发起长球加快进攻节奏 并且接连得分 啊 长球 他主动抠他长球 啊 短球不错 准备 准备 孙颖莎也再次无忌可施 于是让石川以10比8来到局点 莎莎连输两局 也把我们孙颈指导给击坏了 直接站起来给我们莎莎一顿比划 第三局的莎莎终于放开了 慢慢找回状态 关键时刻稳住阵脚 以6比0开局 场面局势眼看着一片大好 以10比5来到局点 不料莎莎又开始出现失误 石川趁机追上 石川连追三个局点 眼看着到嘴的肉要飞走不成 还好关键时刻里爸及时喊了暂停 这局要是输了莎莎就差不多要放学了 于是在回来后的莎莎终于一招制胜 最后孙颈莎还是以11比8扳回一局 但是石川很会摆正自己的位置 一直紧咬着比分 让孙颈莎一时难以拉开差距 不料最后石川的快攻和发场球课 制住了莎莎 于是莎莎在她多次快攻下失误 以9比11再输一局 此时大比分1比3落后 又一个 这球 没有必要嘛 这球 为什么拉得这么狠呢是吧 下手的时候你稍微舒展点 哪怕你不拉前向 我拉个直线可不可以 下一局要是再输 莎莎不仅要下班回家 李孙回去后可能还要面对刘国胖的碎碎面 所以在第五局中 不知道是不是李爸使出了什么秘密绝招 莎莎的比分终于飞起来了 然后她开始发球抢攻打出自己的特色 全程竟只让石川拿到三分 虽然不知道李爸跟她说了什么 但是效果很管用 最后以11比3再板一局 尽管再板一局的孙颖莎依旧不敢放松警惕 毕竟稍有不慎就直接没有人后了 所以孙颖莎在李爸的指导过后 心态保持的一场稳定 不管石川怎么打怎么搏杀 孙颖莎依旧顽强强 而且还在落后的情况下 主动进攻得分 于是不出意料的莎莎以11比6再下一局 而喜欢石川的男孩子们可能要伤心了 因为我们的莎莎把石川美女打哭了 美女哭起来总是能激起人的保护欲 不像我哭起来别人还想再给两拳 紧接着在第七局 最后一局比的就是两人的心态 孙颖莎在连锥两局下 心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1比4落后时 稳住心态直接从之前的小鲸鱼变成大鲨鱼 反观石川就略显不在状态 经常出现失误 也是急得日本教练喊了暂停 回来后的石川火力全开 竟率先拿到赛点 不知道莎莎最后能否赢得比赛呢 上他 准备 哎呀 这个时候绝对不要就是勉强自己 拉起来 好的 反手拉起来 你第一个球也可以这样拉吗 第二个球你反手拧拉 第一个球你反手可以拧拉起来 来 这个球不好 手 搓长 哎呀 这球 好球 防住 防住 有点真感巴力 这球防住 好球 两比三的第一 孙颖莎涉嫌过关 精确度考验 最终孙颖莎怒吼一生以13比11艰难的赢下这一场比赛 完成她的逆转复仇 这一次不管是邓亚平还是离损指导都让莎莎吓得不轻 还好心脏强大 经过这一次的比赛莎莎也逐渐成长 慢慢的成为如今的止疼片小魔王孙颖莎了